这期网络维修案例说来你们也不信 我足足修了三天 开始为了找出故障原因来 我楼上楼下跑了八百遍 认识没有找出任何故障原因出来 搞得我躺了下来 不由的怀疑了人生 这网络到底啥故障哦 旁边人看我弄了半天 就问我 你到底会不会修网络 当时我也在想 我到底会不会修网络啊 原为这是一次很平常的网络维修 他们的网络状况是 WiFi怎么都连接不上 电脑也全部没了网络 这种情况对我来说 每天都会遇到的 由于不出半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但是真的那么简单的话 我就不会修三天了 上到机会我发现 有一个飞行录录器 和一个24路的交换机 下面还有两个小交换机 又是典型的没有标签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些小交换机是干嘛的 当它灯闪烁的利害 就让我觉得这事情不简单 然后我又去了他们办公室那边 看来有没有什么收获吧 他们电脑目前是动网的 我查了一下电脑IP地址 找到了这路由器后台 然后浏览器输入了这后台 却发现怎么进了水星的路由器界面 不应该是机房的这飞行界面吗 我以为这电脑 是被水星路由器弄动网的 谁知道 这个水星路由器就在它旁边 我看了一下 原来这电脑的网络 是水星路由器提供的 看来动网原因 还是机房那边出了问题 于是我又回到了机房 我发现路由器是接到这个大交换机上的 旁边的白色小交换机也是接到了这个大交换机上 黑色交换机也是通过蓝色线接到了这个大交换机上 那我就用电脑接到大交换机上 看见网络到底怎么回事吧 谁知道 电脑接上去了许久 认识没有网络 于是我只能查看一下电脑的IP地址 看看是获取到哪个路由器的地址 谁知道 我电脑认识没有任何IP地址 这些闪得厉害的灯让我觉得 可能在网络里面存在环路 才导致我电脑获取不到IP地址的 于是我把大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线都给拔了 只是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线了 这回电脑总算是可以联网了吧 但是我电脑一样 其实没有连接上网络不说 我查了一下地址 一样是没有任何IP地址的 这就起了怪了 我把那大交换机的线也拔了 我电脑直接插到路由器上 就不信不能上网 让我们想到的是 电脑依旧没有网络不说 一两年的IP地址也没有给你 看来问题貌似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主路由器出了情况 于是我给它重启了一下 看见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 没想到即使重启了 电脑依旧没有任何IP地址 这种情况我打算给路由器还原出场的 但在一些特殊的场所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给它还原出场 根据我对这路由器的了解 它应该是零网段的 既然没有IP地址 那么我就给我电脑设置一个IP地址 然后试一下能不能听通这路由器 结果运气挺好的 还真的拆对了这路由器后来地址 于是我进了路由器后台 首先查看一下DHCP怎么回事 却发现DHCP被关掉了 难怪我电脑没有任何IP地址 我当时以为他们这里上网是需要手动输入地址的 所以我就把原来的线都接了回去 我给我电脑也设置了一个手动的IP地址 然后接到交换机上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我拼了下外网看数据 也是没有多大的波动 这也间接地排除了存在的环路故障 但是问题来了 办公室的电脑还是迟迟没有网络 于是我给路由器断键重启试下 结果断键重启后 依旧没有网络出现 于是我就把这主线给拔了 直接插到我电脑上 却发现我电脑是可以上网的 拼的数据也是正常的 那这条线是没问题的 于是我又把它接了回去 但是办公室的电脑依旧没有任何网络 看来这个办公室动网 这水行录入器出了问题 我浏览器进入后台看了一下 这录入器怎么是自动获取联网的 这就让我不太明白了 既然主录入器都没有示范IP地址出来 那这录入器应该是手动输入地址才对啊 为何会自动获取 这个原因我没有搞明白 于是我就手动给它输入了一个IP地址 输入完毕后 办公室的电脑和WiFi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然后就是解决其他地方的WiFi连接不上的情况了 它们总共有四层楼 每一层都有一个WiFi 但是看到这种WiFi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疑问了 这种WiFi没有DHCP功能的 为何录入器还要把DHCP给关了 这样没有IP地址 WiFi是不可能连接得上的 这就让我想起来了 当公司之前的录入器也是自动获取的 难道说 有人进来过这录入器后台 恶意把主录入器的DHCP关了 就是想让这里全部弄网 对啊 完全有这个可能 因为这主录入器的默认密码都没有改 随便懂一点网络的 都可以进入后台随便修改东西 于是我把DHCP打开试了一下 没想到DHCP虽然打开了 但是WiFi依旧没有IP地址 这时候我把电脑接到大家玩机上 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 结果电脑也一样没有IP地址 我当时已经确定录入器的DHCP是打开的 但是就没有IP地址 可能之前的人还改了什么参数 导致没有IP地址放出来 于是我和他们沟通了一下 反正都动网了 不如把设备还原出厂重新调试一遍 他们也答应了 我在还原出厂重新调试后 电脑网络果然恢复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络总是时有时无的 于是我拼了下外网 打算通过看拼的原词 来判断目前网络的情况 我这里放慢脚步 教大伙怎么拼吧 首先我们按问多指加R键 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PIN 按加空格 然后输入外网的IP 我这里输入4个114 这个IP是江苏的DNS服务器 你们也可以输入网页 比如我们熟悉的百度 输入完后再空格 再输入-T指令 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 它会跳出这个界面来 然后我们看这行PIN的时间 就可以看到我们和这外网的服务器 响应的时间了 如果这个时间越短 就代表我们网络延持越低 如果超过了100 或者像这样时间波动比较大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网络是很不稳定的了 拼了一会后 就发现 我在没有动任何线路的情况下 拼居然丢包了 这就意味着 网络不稳定 于是我赶紧拼了下路由器的地址 看见内网什么情况的时候 就发现 拼路由器也是超时的 那这个内网肯定有故障了 这种情况和网络环路很像 我当时有一次某条线存在了环路 所以我就开始拔线 我拔了一条线 拼还是显示超时 那不是这条线导致的 于是我又拔了第二条线 就发现 拼了正常了过来 交换机的灯 也闪的没有那么明显了 看来是第二条线存在了环路 于是我就把第一条线接了回去 给大伙看下 我拔了第二条线 拼就再也没有超时了 看来就是这条线出现了环路 当时我打算再接上去 给大伙直观看下拼的变化的时候 就反正接上去了 拼怎么一直都没有超时了 没理由啊 这网络怎么又自己好了 可是我已经把这条线 接到了大交换机上了 而且这个交换机的灯 也开始了爆闪 按理说拼应该会直接超时了 于是我又把那条线给拔了 发现交换机的灯 又没闪得那么厉害了 但是这个时候 拼居然超时了起来 没理由啊 这条线早被我拔了 看来导致网络波动了 还不吃这条线 于是我就把它接了回去 谁知道一接了回去 拼又超时了 看来这条线还是有点问题 正当我要拔的时候 拼 它又自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正当我一脸懵逼的时候 我发现我电脑又到网了不说 连IP地址也没有了 看来这里面还是某条线出了情况 于是我把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的线都给拔了 就留下我电脑和陆续的线 这时候我电脑的网络又自动恢复了过来 我又把全部的线挨个接了回去 打算看接哪条线 拼会超时 但是奇怪的是 我把线全部接完了 拼居然是一直正常的 没有超时不说 而且我的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我有网络好了 但是WiFi依旧连接不上 这故障就把我整蒙了 既然WiFi一直连接不上 那我就换一个思路 搞清楚这些WiFi是哪个交换机负责的 我当时怀疑这个交换机是负责WiFi的 于是我把它更给拔了 然后去看了下WiFi的灯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拔了电脑交换机 这个WiFi的灯果然灭了 那这个交换机就是负责WiFi的了 但奇怪的是 我用电脑接上这个交换机 是可向网的 为什么WiFi也接到上面 连IPC纸都没有 这解释不通 更加奇怪的事来了 我电脑又毫无征兆的没网 于是我直接拔了这个交换机的主线 直接接到我电脑上 有没有网络的时候 哪成讲 连蓝色的主线一样没有网络 我以为是这条蓝色线出了问题 于是我换了一条线 从前接我电脑上 没想到的是 别说上网了 连IPC纸都没有 我电脑可是接到这大交换机上的 这大交换机怎么又没IPC纸了 于是我又把电脑接到录音器上试了下 没想到一接到录音器上 电脑又可以上网了 这是什么故障 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 突然就没了IPC纸 于是我只能去录音器里面看一下了 直到我在录音器的运行日记里面 发现了这个 攻击警告 涉嫌UDP攻击来自于 172.168.0.105 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 我于是就开始拼这个IP地址 发现拿来颜值有点不对劲了 好在线不多 我拔了蓝色线的时候 就发现它超实了 我再接回去 拼又通了 看来这个UDP攻击 在这个交换机上 于是我每拔交换机上面一条线 就看一下拼 直到我拔到第五条线的时候 拼就开始超实了 那这条线另头又是连接的什么设备呢 我当时以为是UDP攻击 导致网络故障的 但是我明明已经把这线给拔了 WiFi依旧连接不上 看来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由于整个维修过程实在过于漫长 当时拍摄设备也没有电了 只能被迫第二天再来一趟了 但是这些WiFi依旧连接不上 然后我又回到了机房 我打算用电脑接到大交换机上 看看目前网络怎么样了 结果电脑接上了交换机 不出意外的 一样电脑没有任何网络 于是我查看了下电脑IP地址 结果和昨天的症状一样 电脑没有任何IP地址 于是我电脑跳过这些交换机 直接接到路由器上试一下 看下能不能上网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接上机后 电脑就有网络了 IP地址也显示了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故障点已经很明显了 但偏偏这种故障 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我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金控也是接到这些交换机上的 但是不管你怎么折腾 金控帽子从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的情况也就是 WiFi连接不上 这时候我电脑在接回交换机的时候 就发现 我电脑又可以上网了 但是我啥都没有做啊 网络怎么又自己恢复了 当时我就怀疑这些网线另一头 是不是接了什么设备 把整个网络给扰乱了 毕竟录游戏之前 还检测出了UDP攻击 我把昨天带有UDP攻击的网线 再接回了交换机 看看网络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却发现 这UDP攻击 居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它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远定格在了 我昨天拔线的时候 我又试了下拼这个IP地址 却发现 这个IP再也拼不通了 之后我就更加好奇 这条线另一头 到底接的什么样的设备 于是我就用群络仪 开始了寻血之理 由于找线过程实在过于漫长 这里我就跳过了 当时我由这条线 会接到某台边脑上 后面我找到这条线 它居然是接到一楼的AP上的 但是我拆下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MAC地址 和陆续记录下来的攻击地址 压根就对不上 于是我就用MAC小描器来 把整个网络扫一遍 我挨个对比了列表里面的 每一个MAC地址 就发现那个带有UDP攻击的地址 却凭空笑诗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要将这个地址 放进了路线的黑名单 但即使拉黑后 一样是解决不了 WiFi连接不上的问题 我当时拿一楼拆下了AP 插到了机房的交换机上 试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连接它上 结果我手机都贴到AP上面了 WiFi依旧连接不上 但是我用电脑接到的交换机上 是完全有网络的 拼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AP接到上面 连IP地址都没有 我以为是这个AP配置出了问题 于是我进入了后台 把AP还原出厂试了一下 没想到即使还原出厂了 WiFi依旧连接不上 这时候我就拔了 路线连接大交换机上面的线 让路线直接插在这黑色交换机上 我就无信还不能上网 结果接上去后 WiFi居然可以连接着上了 我打开了托音刷好视频 证明它是有网络的 这时候又把路线的线给拔了 接回大交换机上 然后黑色的交换机也接回了大交换机上 但接回去之后 却发现现在WiFi怎么又连接不上了 这个时候大交换机上面只有三条线 10号线是路线的 14号线是黑色交换机的 那这个7号线肯定有问题 好在白色交换机的线被我拔了 所以就暂时排除了 这个交换机带来的故障 于是我就把白色交换机接了回去 我再把7号线给拔了 看看WiFi会怎么样 谁到这会儿 WiFi连接是异常的慢 我住住等了20秒 才连接上WiFi 连接后我打开抖音设了一下 WiFi有没有网络 这么看来 是7号线出了问题 这时候我再把7号线接回去 看看WiFi还能不能连接得上 没想到7号线接回去了 WiFi居然可以秒连上不说 一样刷视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就更加奇怪了 或者我来来回回 啥都没干 WiFi就自己好了 正当我一脸懵逼的时候 我电脑怎么一物断网了 而且连IP地址也没有了 我电脑可是和WiFi 在一个交换机上啊 这就起了快了 之前我电脑是可以上网 WiFi就连接不上 现在WiFi可以用了 我电脑又断网了 没理由啊 这下就把我带到了使服从里面 于是我只能继续搞清楚 这些线的另头 到底都连接着什么设备 一楼的线已经没有找到了 接下来就搞清楚 楼上的三个AP的线了 这走线的过程实在过于勾血 反正我在这个环节 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如果加上这些镜头的话 那么视频就太长了 我也怕你们被这些线路骤晕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被我删剪了 反正经过一段长长的时间找线 二三四楼的AP线 总算是被我搞清楚了 但是二楼的AP 为什么会接到这个大交换机上 这大交换机并不具备提高E功能 为什么会这样接呢 我就不明白了 难怪我去二楼的时候 WiFi线路总是弱得很 原来二楼的WiFi 一直都没有通电运行 然后三楼四楼的AP 是接到这个黑色交换机上的 AP的线搞清楚了 我把这些AP线给拔了 至于剩下的这五条线 就是五个监控的 但是另外负责五个监控的交换机 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开始为这是普通的交换机 没想到它背后写的 POE交换机 我当时都怀疑这厂家 是不是贴错了标签 我半信半疑的 拿AP接上去试了下 卧槽 AP居然亮了 要不是我七年所见 我都不相信这玩意 居然还是POE交换机 看来还是我从业时间太短 连塑料壳的POE都没有进过 这交换机上面的线我也搞清楚了 一号口是接到大交换机上的 二号和三号口其实是一条网线 但是被分成了两条使用 它们一条分别负责一个监控 另外一条负责四个监控 至于剩下那条不亮的 我就没有管了 然后大交换机上面的线 我也和大会再说一下 一号灯是那个塑料的PO交换机 十号灯是连接路无器的 十四号灯则是这个黑色交换机的 至于那神秘的七号灯 原来是接到金公尺的 这个小交换机上的 这小交换机上面两条线 一条是接到录像机上 另一条是接到我不认识的设备上的 但是就算每条线都被我搞清楚了 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办法 只能放大招了 开始抓爆分器 我们看到了这些ARP 是录录器发出来的 问题不大 然后我在统计里面查看了PPS 确实没有发生任何环录的迹象 但是我在数据包里面发现 有大量的跌起起皮 属于未强硬状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结果一天又过去了 我只能被迫回去 到了晚上我和这大神聊了我的遭遇 没想到他说 他早些年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但解决了 还做成了视频案例 但是他的视频实在是过于专业了 所以他的视频我就不完全播出来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他完整版的视频 我这里给大伙翻译一下 他到底讲了什么故障吧 原来就是DHCP的交互出了问题 再通俗一种的讲的话 就是交换机坏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坏 这种情况属于极其看见的 当我听到了答案 才知道原来交换机还有这种故障 在我认知里面 交换机要么亮 要么不亮 难怪这种故障放在我面前 我都不认识它 这也就解释了办公室的陆续 对我设置成静态后 网络就可以一直使用的原因 还有监控也不需要任何DHCP 所以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 要不是这位大神分享案例 估计我至今都不知道其原理 看来我的实战经验又更加的丰富了 感谢大伙一路观看到此